回到北京了 恢复在我的小破书房里工作 来说说春节党电影 春节党电影现在出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变化 由于昨天晚上电影红毯先生也宣布退出了春节党 那现在其实春节党就剩下四部电影在打擂台了 那就是热辣滚烫 废吃人生第二十条和熊出没 这四部片子几乎占了99%以上的拍片 然后这四部片子占了90%多以上的票房 等于现在就是这四位在神仙打架 那这几天电影第二十条一直票房处于一个上涨的状态 用他们行话就是逆鳖 就是没跌反而涨了 连涨了几天之后 在今天从预售到实际的票房的数据来看 第二十条已经反超了熊出没 反超了飞驰人生二 反超了热辣滚烫 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一 当然这是只是上午 但是现在很明显第二十条的走势已经变得最为强劲 那热辣滚烫和飞驰人生的优势是极其明显 总票房肯定是很难追上 但是现在第二十条的预计票房已经超过了熊出没 而且总票房应该在25亿左右了 热辣滚烫的预计总票房大概在40亿左右 飞驰人生的预测总票房大概在36亿左右 所以今年的走势已经渐渐明了 那整个春节党大盘的总票房现在已经来到了76亿多 那今天真的很有可能冲到80亿 也就是说今年这八天的春节党 单单靠四部主力影片就搞出来了80亿票房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这是很少见的四部电影的票房都如此之高 再一个就是今年平均的电影票价并没有比去年高 所以还是动员了更多的人走进了电影院 我看那个数据大概将近1亿5000万人 这是一个很令人惊喜的现象 对中国电影市场对中国电影人都是一个好消息 我之前就说过 今年的春节党是一个平均水平比较高的党戏 确实如此 这几部电影制作的水准 话题度 演员的表演 各个方面都是比较令人满意的 所以产出这样的结果还是可喜可贺的 我看之前有人看完电影出来说 现在这样的电影都吹成这样了 我们以前看的是什么电影 是天下乌贼 是周星驰的功夫 是周星驰的西游小魔 美人鱼等等 总之就是说以前比现在好 其实这些电影我也都是一路看着过来的 每年的这篇春节党我也没耽误 我个人认为 作为商业片来说 今年的春节党并不比以往差 至于老说以前的电影怎么怎么经典 这是一个现在引起话题度 引起流量的一种话术 就是以前的好 你们没看过 你们现在吃的都是粗粮 我以前吃的是细粮 以前和现在都有粗粮和细粮 现在我们确实粗粮不少 但是细粮也有 至少春节党的这几步还是不错的 所以没必要说以前的多么多么好 现在的多么多么差 这种极端的二级的这种方式 我是不太赞成的 这种话术 我确实认为有博眼球的嫌疑 那春节党就剩最后一天了 大家该二刷的二刷 没看的赶紧去看一下 明天很多朋友就要上班了